你先搜索 哈哈哈 你剛剛想說 我把包包擠來了 就是想要清理的那個鏡頭 最近就是有在做我皮脂線的治療 是那個藥的嘴唇有那個蓋 就是他發現 但他也沒有講 他有一次就給我買了一個護唇缸 就是他會注意到我很多的騎腳 你也問 每次他蒙眼然後都可以認出我 真的很厲害 而且其實在奇經一開始拍拍的時候 場外很多人問他關於我的問題 但是他都可以答得蠻清楚 代表平時都有認真的在觀察很多事情 所以那也是我很心動的瞬間 怎麼樣 怎麼樣 真的不會提升喔 徐凱聖我的護唇膏 那我的小霧就是 這整隻 這個小霧 雖然年輕但是其實蠻聰明蠻貼心 而且就是很常我們回家 然後因為我開車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我找不到我的車鑰匙 很晚其實都很累 然後他就陪我去找 後來發現我的車鑰匙 就鎖在那個車子上面 我有猜到 我就說你一定是插在車上 這張照片呢是 我第一次看到 畫面中的就是這隻貓是虛凱 他們家的貓叫妹妹 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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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這張 為什麼 這張啊 我覺得很棒啊 我覺得 你很那個啊 那個 笑得很開心 這張呢是我第一次 摩托車或者是汽車的油量 看起來很少 如果看到很少我就會去加油 其實我是很愛惜這些 NACHINE 啊啊 MACHINE MACHINE 曾經看過一部電影叫做 人間失格 男主角是一個叫 阿德里安布洛迪 他已經看透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這個世界上好像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會往 不好的方向發展 然後念悟改變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個表演很難的是 你又知道你幫忙不了 但是你好像又覺得你有義務要幫忙 想法的那個轉折 還有一些細節是很難的 我會想要挑戰 捍衛人物裡面 對他的形象 哇 我本身就很喜歡激怒立委這個演員 我對於武打動作系也是非常的在行 跟喜歡 我講一個跟你嘛 我們重逢後的一場創戲 因為那場創戲真的是非常的情緒 非常的複雜 因為我已經決定不要再見到你 然後又在半夢半醉之間看到你 一開始是開心 因為我以為你是出現在我夢裡 慢慢的朦朧的感覺好像你是現實 油然而生的就是 愧欠感和道歉想要講出來 又止不住對你的想念和溫存 然後你又想要接住我 所以那邊的很多複雜的情緒 是讓我很重 然後覺得印象很深刻 剛剛突然想到一遍 那時候我第一天拍戲 我去撿那個十塊 然後他把刀放我手上 那一場那一場戲 就是他手上都是洗 然後那個血漿就是很滑這樣子 然後就掉進那個人孔蓋裡 那把刀就直接 咕嚕進去那個很小的人孔蓋裡 我們的道具就像撿不到人 好險 愛有一把 我覺得最觸動我的是白中藝的 我生氣我就真的生氣 然後愛就真的愛 就是更坦然面對自己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平常其實真的是一個不善於表達的人 就更願意面對任何時候的自己 被白中藝的爸爸接納 白中藝接納就是 這是愛情上面 我第一次找到一個這樣子無條件的愛 但是被我曾經傷害過 也因為我兒入獄的人的爸爸 他竟然可以也能夠放下他自己心裡面的 所有的一切 然後來接納自己兒子愛的人 那個家人的感動 是不是讓我更 覺得很深刻 更觸動 一 二 三 不要夠炫火吧 喂喂喂 喂 嘿啊 四 近一點 可以可以可以做這次做 不行 他掐住 五 五 還有五嗎 五 奇奇是一個充滿愛 還有傳達愛的一部戲 重點是遊牧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想要看我更多的突破和眼鏡 性格上面的跨度 以及尺度上面的跨度 嗯 要看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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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